結果三級警戒延長到二十六號 即使為解封 泳池也不開放 但是十月底就要舉辦全運會了 二十六號若是順利解封的話 選手八月初就得在兩個月 沒有水下訓練的狀況之下 參加徵選 尤其對於游泳項目是奪牌 熱門的縣市就相當的焦慮 希望中央能夠貪性調整 泳池裡奮力前進保持體力與速度 但三級警戒以來 泳池兩個多月不開放 這次中央圍解封泳池還是關閉 也讓選手焦慮找不回水感 連維持過去的成績都很難 游泳池不能進 教練只能每天安排一個半小時的 線上課程 讓選手線上學習泳技或營養控制 另外再要求他們在家體能訓練 但這些都不如實際下水有用 高雄市體育總會表示全國游泳選手都有這難題 尤其全運會十月底就要舉行 即使七月二十六號順利解封 八月初就得全運會選手選拔 練習時間不夠的情況下 無法發揮實力 判中央能在泳池水道分流及控制人數等前提下 讓選手難下水 記者王庭許正俊 孟昭全高雄報導